這棟就是蘇信婦人的房產 原本家人說要用以屋養老的方式 來支付安養中心的費用 沒想到卻被前里長過戶給自己的妻子 這間民宅鐵門拉下 二樓都長花草了 原本的屋主換成了前里長太太 鄰居都有耳聞 鄰居口中的楊姓里長已經卸任 卻爆出他偷過戶房屋 判決書指出前里長幫一名失智的蘇信老夫人 安排住進安養中心 夫人妹妹換了一百二十七萬 把房產交給里長 原本想說公務員比較好跑流程 沒想到楊姓里長因為積欠千萬債務 竟然偽造文件 把夫人的房子過戶到太太名下 再用房屋抵押借款四百二十萬 還盜領賬戶裡的百萬現金 其實楊姓前里長過去在高雄鳳山區服務 二零一四年慎選 二零一八年因為過失傷害案 還沒執行完無法參選 其實之前就傳出有債務糾紛 三年前他為了喬兩百萬元的債 和朋友持槍掘人 這次A走富人房屋事件 求證前里長 他只傳簡訊糾紛過程有誤會 目前雙方已經達成和解 不願多談 林索波的電話關機中 請稍後再播 本該是照顧李明的里長 卻多次因為積欠債務登上新聞版面 這次又因為偽造文書被法院判刑 讓姓前里長處一年徒刑 太太則處六個月可再上訴 TVBS新聞張麗玲宋佳君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好